今天的心情特别有一种暗香涌动 春花浪漫的感觉 所以去花店选花的时候 特地选了一些浅浅的粉粉的 然后是特别惹人爱的那些花 然后再配了一些浅绿的一些花 花瓣重叠 排列的整整齐齐的粉红的杨牡丹 是我今天第一个花的主角 这个红端木呢 它是可以随意弯曲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形状来自由的弯曲它 今天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用了三根细长的红端木 再加上一只宽宽的一叶兰 还有一朵粉嫩粉嫩的杨牡丹 在杨牡丹后面呢 又配了一只绿叶 柠檬绿的小绣球花是第二个作品的主角 红端木这个枝条 左右两方 一高一低 把它插成摇香对应的那种感觉 从视频上看 可能你觉得是在一个平面上 但其实它还是有前后左右 上下高低之分 绣球花的下面白色小菊花 还是上周作品 还能继续沿用 它的花期还是蛮长的 暗紫色小花放在一前一后 感觉有一种众生感 今天在花店让我怦然心动 一见钟情的 是这个暗紫色的圣诞玫瑰 剪下一只家里种的绿色植物 然后再配上暗紫色的圣诞玫瑰 因为它的筋比较直 所以不容易做成各种造型 所以我在它的底部 用铁丝把它绕了几圈之后 那可以随意弯出造型 再配上小小的辣花 是不是很清雅的感觉呢 白中泛青绿的六出花 它也叫碧鲁百合 我让它和浅粉红色的杨牡丹 来一起合作出第四个作品 黑色特别有个性的这个花瓶 不管你是插上什么样的花 它都是非常的惊艳 再配上有白线条的绿叶 整个作品看上去非常的清新优雅 今天的所有作品 一共才花了三十块加币左右 请大家再欣赏一下 四款不同的作品 感谢你的收看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